走进这个绿色瓜棚隧道 一颗颗结石累累的瓜果 让人感受到收成的喜悦 而更开心的是 这群来领取蔬果的社区民众 将能够烹煮新鲜食材 给阿公阿嬷享用 东山相公所在2017年绿色博览会期间 负责运作滤浸厂 在滤浸厂内 种植了各式各样的石令蔬果 现在这些蔬菜水果 以及瓜棚里的果实都成熟了 东山香菇所将收成来的营养食材 与社区里开办长青食堂的据点分享 妈妈豆腐对吗 好 来 好 可以 可以 谢谢 成熟了吗 成熟成熟了 哇 赞 赞 这个漂亮 这个漂亮 这个一定吃点好吃 这个要看起来 今年绿色博览会在东山举办 后面这个栗净祭就是由东山相公所来负责 我们分给各社区 公所有一部分 今年所种的这些蔬菜都是无毒有机的 这一次已经到成熟这段 我们这一次要把它送给乡内的一些 长青食堂的这些长者来使用 百会蔬菜果园与瓜棚隧道的蔬菜瓜果 从开源以来 就是由东山相公所农业客同仁 与当地的社区民众一起细心照顾 为了赠送给社区长青食堂 公所将长成美丽饱满的蔬果 装在篮子里 由社区理事长和总盖事代表接受 来 再来一个 再来很多狗 再来很多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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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长谢灿辉和社区义工及妈妈们 一起采收风银的刨瓜 也正式宣告 长青食堂的食材 将全面走向有机无毒友善的食材迈进 是绝对没有农药残留 我们是在一直在推的无毒友机这块原地 今天我们乡公所所负责的这个力竞技场这边 我们也都没有用农药 应该这种东西是非常安心可以来使用的 就是要提供无毒友机的一些食材 给这些长者来享用 东山乡公所为感谢地方长辈过去在农村 和地方发展上的贡献与辛劳 藉由2017绿色博览会滤镜场 刮棚隧道的收获 拿来与全乡长辈分享 乡公所举办的东山严选百会蔬菜 提供长青食堂启用仪式 受到各界肯定 这些很好的成果 尤其是尤其的 让这些安全的食材 应用和最新的 提供给我们这些长青食堂 我相信这些分享到他们的成果 也不能让这些长者 吃到最健康最好的食材 这是非常好的 前来领取百会蔬果的长青食堂 婆婆妈妈都是常年参与服务的义工 看到乡公所把茄子 红凤菜 薄荷 迷迭香 刨瓜 紫萝剧 高丽菜等蔬果 分装成美丽的菜篮子 都感到相当开心 那么要将这些来自土地的礼物 与老人家共享 我们现在大部分菜 有的是面的关头论 大部分都是乐捐的 现在有我们在做这 就都用我们自己的食材 还有老村也有提到我们 有老坑的长青食堂 就在大精妙 台湾地区蔬菜种类多元 每个季节都有合适的作物可以耕种 东山乡土地肥沃 取自在地生产的蔬果 不仅对长青食堂老人家的身心 有所帮助 更能用友善耕作 减碳 环保 互健康 来 放这 小宝不来 没有情绪 起来 你 很多